穿越者王莽为了权力到底有多无情,竟然亲手弄死自己三个亲生儿子。 王莽是西汉时期有名的外妻,原文王莽也是老老实实的,对内赡养母亲、嫂子和各位叔叔,对外千功简章,李贤下世,在当时外妻那么烂的名声里,王莽就如同泥石流中的一股清流,在朝中素有威名,被誉为周公在世。 然而王莽自己在汉埃地早死的情况下,自己趁机去取了皇权,建立了新朝,并且发布新政。 王莽的新政就是土地革命,皇田不可私人买卖,奴婢变成私属,不能随意买卖,改革币制,对外开放贷款业务,将盐、铁、酒、筑钱及山林川则收归国有。 而王莽这一系列动作让人看起来更像一个八十年代穿越过去的人,王莽干得最惊人的还是自己亲手弄死自己的亲生儿子,而且还不止一个,我们来看看王莽为什么要弄死自己的儿子。 首先,王莽出身于外戚世家,外戚世家唯一的优势就是皇帝,尽管当时的王家是如何的昌盛,但是在汉成帝死后,因为汉成帝没有儿子,所以就选汉成帝的侄子汉埃帝继位。 汉埃帝继位之后,王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,此时的王莽就被陷出职务,回家养老去了。 但是汉朝有一种制度,那就是看你的名声来决定,你是否能做官,也就是查局势。 当时的王莽可是名人级别的人物,他自己可以说是,一直在为自己脸上贴心,但是败家的事情出现了,王莽的二儿子王莽竟然给王莽脸上抹黑,而且当时的王莽做的事情还是杀人之罪,尽管当时杀的是家奴,只要赔点钱就好的小事。 但是对王莽的影响可是巨大的,很多人会因此来判断王莽管教无方。 王莽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,于是就勒令二公子自杀谢罪,为家奴偿命,这一举动就让原来的管教无方变成了爱民如此的守法公民。 毕竟当时崇尚天子泛泛与庶民同罪,王莽做这件事可以用孤明教育来解释。 毕竟凡是毛巢篡位的人都知道自己的骨肉,是博得好名声最好的手段,之后,王莽也因此平不清云,自己再度任大司马,并且监管军事。 当汉埃帝死后,王太后就赶紧趁汉埃帝驾崩,立了汉平帝为帝,汉平帝当时才九岁,所以很容易控制。 不过此时的王莽为了避免再次被罢免,于是就开始对新外妻主动出击。 王莽先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成帝,巩固了王家的外妻地位,并且开始狙击汉成帝的母家卫士。 王莽的思想超群,不代表王家人的思想都超群,于是此时的王莽的长子王羽站出来了,王羽身怕以后皇帝长大之后的对王家的报复,于是就劝王莽不要太过克制卫士,做人留一线,日后好相见。 王莽的布局岂是一般人可以看得懂的,控制驻皇帝不比什么都重要,然而自己的长子来反对自己,并且还和卫士的人私通,这就让王莽生气了。 王羽没有看出王莽的布局,于是自己就想见鬼神之说,来劝王莽回心转意,并且自准备装神弄鬼来胡弄王莽,不幸的是被王莽看穿,并且将他送进大牢,硬是逼他喝毒药而死。 就这样,王莽的长子也被王莽弄死了,这是能怪王莽无情,还是怪长子的无知,王莽都已经开始专权了。 自己竟然还想着让王莽好好的,王莽能死自己的长子,那毕竟就要渐渐血,于是,王莽就趁机诛杀了外戚卫士一族,并且逼杀了靖武公主,梁莽流利等朝中政敌,在这种情况下汉平帝又崩天了,那王莽就例如子英做皇帝,自己做了摄皇帝,代替天子管理朝政,之后的王莽就废掉了皇帝, 自己当了皇帝,并且建立新朝。 但是,此时王莽的儿子太子王林干了一件大事,那就是趁自己母亲病重的时候,和一个侍女发生了奸情。 当时太子深恐王莽刀口对准他,于是就打算谋杀王莽,师父躲位,将到底还是老的老,太子事情泄露出去之后,王莽就赐太子徒药自尽了,但是王莽也没当多久,自己也死于叛军中了。 王莽的二儿子是王莽为了权利的牺牲品,长子则是因为忤逆了王莽所以才被杀的,太子则是自己慢慢地作死的。 图片来源于网络,文章细作者原创,转载请著名出处,一家之言,如果不同还请在评论区多多指教。